每天五分钟,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音乐说书人,让音乐的信息带给你我灵魂深度的呼吸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音乐说书人,也是你的好朋友慧年 在圣经诗篇第139篇第二节和第四节说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是的,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一切所言所行,甚至是所思所想,神都知道 因此,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他也都晓得 我们只要来到他面前,来向他祈求,来信靠他 和你分享这首慧年所写所唱的《知音》 在天涯我的指引,我要为你歌唱不停 在海角我的知心,我愿为你守候到黎明 虽不曾见你,虽不曾见你容颜 但我知你梦深艰绪 虽无妨见你笑颜 且让我少去对你的思念 《知心的人,请为我等候》 人品贴家愿,已藏海桑田 纵然,仍不能长久 但愿千里共产权 你永远 你永远是我的指引 你永远是我的指引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 神的慈爱永不切离 我的指引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位能够了解我们的好朋友 而一个唱歌的人也需要知音 然而在这世上真正能够成为我们的知心人 真正成为我们的知音 了解我们的,只有创造我们的主 那就是爱我们的神 而神的慈爱是永不迁移 且永远都不更改的 在天涯我的指引 我要为你歌唱不停 在海角我的知心 我愿为你守候到黎明 虽不曾见你容颜 但我知你梦深艰选 虽无法见你笑颜 且让我少去对你的思念 只心的人 只心的人 请为我等候 愿听家园 以沧海桑田 纵然 仍不能长久 但愿千里共缠绝 你永远都不愿 永远是我的指引 无论事实如何变迁 无论事实如何变迁 神的慈爱永不迁移 我的指引 依然是你 你永远是我的指引 你永远是我的指引 不论事实如何变迁 不论事实如何变迁 神的慈爱永不迁移 神的慈爱永不迁移 我的指引 依然是你 神的慈爱永不迁移 我的指引 正一起 永远都不迁移 当然都不迁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